歡迎收看生意識高水 大家好,我是尼克 大家在染完頭髮之後 大約經過了半年 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新生髮長出來之後 會覺得很難看 然後心裡就會糾結 我到底要枕頭染還是補染 還是換個顏色 還是乾脆染黑 OK,那我們今天要來操作一個 利用挑染的方式來模糊 新生髮長出來黑色這一段 跟之前染完頭髮褪色這一圈 所謂的固定的這個問題 我們利用挑染的方式來做一個融合的處理 讓頭髮不會有一圈黑色的交界線 那之後長長的頭髮 也比較不容易有所謂的 一槓 然後布丁頭的穩定 OK,那我們今天請到一位Model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你們的頭髮是不是都這樣 大布丁 300年不整理頭髮 對 所以你今天有想要做什麼大的改變 先修短 然後再看他不要軟 一點造型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頭髮 超級大布丁 布丁 布丁 布丁驕傲 看一下 他說他布丁他驕傲 你們也都是這樣子嗎 我布丁我驕傲 對,我布丁我驕傲 他這個布丁有多大顆 一年沒有染頭髮 他製作一年沒染頭髮 是因為不想要有這麼大的布丁 對不對 所以他想要把它留成黑色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過程太久了 為什麼可以放任自己就是 放任自己可以這麼久 對啊 醜這麼久 我後來覺得算了還是蠻蠻一樣的 所以必須要去做出一個平衡 現在我們就是抓一點線跳出來 所以待會就是把他 他的瀏海 把他先在這位置 這邊把他染淺 去修飾他的臉型 那最近吃 比較好 所以就是網紅相發展 所以這邊必須要有一點點修飾臉型的效果 對 做一點點顏色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黑色部分去做 一些挑染 把顏色 這一幹把它融合在一起 讓他的這個斷層 不要那麼明顯 那至於髮型 也就 不便喔 稍微修短一點點就好 就是一樣是一個 低層次的髮型 OK 期待一下 現在已經散完暖機了 現在加熱 你看 嗨 OK 我們已經完成了 你看已經沒有太大的布丁的落差了 就是 黑的長 長的一節出來 已經被摸不掉了 所以我們從他側面 去觀察 就是頭頂我們剛有放了一些線條 所以我們在波動的時候 其實他會疊加在黑色上面 所以他在波動的時候 就不會有所謂的 太 嚴重的色差 那這樣子 你 黑髮之後再長出來 其實也不會太你看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他今天是選擇 綁頭髮 或是夾電棒 其實 頭髮會有點深淺 所以頭髮的層次感 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些 然後再來就是看另外這邊 好 邊的線條 好 他就變明顯了 他就不會是這樣 黑一點 然後像他瀏海部分 前面我有放了一點點 顏色進來 所以他可以選擇兩邊 都可以撥 好了 你不要再補版面了 這支影片 不會有人點閱的 好嗎 我少人來點閱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看這個Made 按讚分享加什麼 加訂閱 待會我要幫他 稍微做一點造型 就是 讓他有點曲線 會有一個層次的堆疊 線條就會變更強烈一點點 OK 我們已經夾完點棒 然後你們看一下 就是頭髮的線條 這樣子頭髮就不會感覺 層次很不明顯 即便他今天是一個很低的層次 然後長出了一圈布丁 其實加上捲度 然後配上這樣的條案 其實你看不到 那樣的斷差 今天這樣的做法前提是 如果你不漂頭髮 利用染膏的部分去做一個褪色 然後再做一個潤色的方式 就是一樣可以達到這樣 刷完的效果 增加點線條 讓頭髮不會感覺那麼的 這麼無聊 然後顏色又是一截 你又沒辦法去做到一個 比較豐富的變化 OK 像這樣的顏色基本上 我們就不會太要求 就是要有太多的色彩在裡面 基本上就是用潤色的方式 讓黃色的部分 不要那麼明顯 讓他可以直接一個比較 金沙色 就不要那麼懂 讓你這麼冷靜 好 OK 轉正面 好啦 你要演男的面 然後這樣留海之後 我們就這樣再多 地上已經捲度上來 只要是他的內層 把他周圍 然後表面 剛剛看來的那個狀況 就是一圈 所有這幾根法師 顏色特寫 所有這個連法師上去之後 他會變得比較有誠實感 比較不會那麼的黏貼 對 好啦 這樣你平常上班會整理嗎 不會啊 不會 你上班不會整理 就是吹一吹 你上班總要去你客戶玩 不用嗎 你要做什麼工作 你在做什麼工作 我們來出在ABC工作 我們主要是透過一些公司這樣變成 好 他想要推廣一下他的工作性質 他現在就是希望大家趕快學會英文 可以趕快出國去玩 對 不管你是要工作讀書還是出國玩 等一下我會請Link幫我們上一個QR Code 好 QR Code 我們等一下放上去QR Code 如果你們想要去英文的話 可以先上找到報 對 體驗免費的客戶 體驗 好 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訂閱 分享 還有 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對 拜拜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